兄弟姐妹们 你们听说过童子命吗 就在今天下午我看到一位粉丝的at 在他的一条视频里他写下了最近两年的经历 大概的意思是说他觉得自己的身体里有两个灵魂 一个是想考一个好的大学 乐观积极的灵魂 另外一个是想退学 不停的流泪 想要获得解脱的灵魂 最恐怖的是这两个灵魂他不受控制的随机切换 他也竭尽所能去观察自己变化的原因了 但是真的找不到 当那个邪恶的灵魂出现时 他竭尽全力的去理智了 然而眼泪还是毫无原因的止不住的流 他深深的感觉到无力和无助 每当那个邪恶灵魂出现的时候 他都充满了想离开这个世界的冲动 于是他的奶奶带他去看了神婆 神婆说他是童子命 又在8月15做法事还替示 开始的时候他是相信的 可是现在他就越来越害怕 那么就在写下这一切之前 他又想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然而在写下这一切的时候他又恢复了正常 并且理解不了之前的那种心情与状态 在文章的最后一句他问了一句话 我该怎么办 随后在这一条视频下面他at了我 想让我讲讲童子 所以接下来我先来解答这位粉丝的疑问 童子的民间说法是指一些先童被贬下凡 投胎做人 通常他们长相俊美 从小体弱多病 长大后命运多船 18岁48岁有大坎 这类人往往第六感特别强 有些甚至会经常遇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那因为这个童子有随时被召唤回去的可能 所以童子往往早要 在民间还流传着道童和佛童的说法 有些人进了寺庙之后会不舒服 往往这些都是道童转世 反之亦然 OK 那么解释完童子的意义之后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千万不要被那些江湖骗子给骗了 每一个孩子小的时候都会生病 每一个人的人生他都会遇到不如意 江湖骗子最喜欢用童子命 来吓唬那些遇到事情的人 从而以化解童子为噱头来赚钱 那么童子的说法到底靠谱吗 在民间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童子 有一套口诀 春秋引子贵 冬夏卯未成 金木马卯河 水火鸡犬多 土命逢尘寺 童子定不错 具体的意思我就不解释了 比较复杂 但是按照这种算法的话 春季和秋季出生的人有六分之一是童子 而冬季和夏季出生的人有四分之一是童子 那么数学好的朋友可以算一下 全国有多少人是所谓的童子 所以答案显而易见的 童子的说法 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 并不靠谱 接下来我要告诉这位粉丝的是 你的情况更像是人格分裂 他跟你的童年创伤密切相关 你现在应该找的不是神婆 而是心理医生 希望我的解答可以帮到你 也祝你早日健康起来 做回那个阳光且优秀的自己 那么这条视频是我为你录制的 而且我相信也一定会有很多的网友为你加油 所以世界还是充满了爱和阳光 好了 我是老飘 让我们下个故事见